男人离婚的时候会考虑这几个问题 对于很多女人而言 男人是无情的 因为女人把自己最好的青春岁月给了这个男人 等到春暖花开 这个男人却和其他女人漫步在花林之间 转身就抛弃了之前的朝康之期 无论是家暴出轨还是性格不和等等 总之男人转身的那一刻 女人心彻底睡了 觉得男人好像是世界上最无情的东西 不顾及她的死活 不顾及她所有的感受 其实对于男人而言 无论是什么样的男人 当这个男人想要离婚的时候 他一定会有这几种顾虑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男人离婚时的那些顾虑 首先第一个就是对孩子的抚养问题 有一些男人是希望把孩子留在身边 很多人以为男人无情 但是男人对于自己的孩子 还是想争取一下抚养权 因为害怕离婚之后对孩子造成伤害 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离婚 这个男人都不想让孩子因为离婚这个问题 而受到影响 当然有个别渣男就除外了 通常情况下 孩子会判给女方 除非男人具备更好的养育条件 如果说孩子判给女方 这样的话 男人和他的孩子就要天各一方了 这个对男人来说 也是一种很痛苦的一个事情 如果说这个孩子判给这个男人的话 男人以后再婚 他也会顾及再婚之后 对孩子的一些影响 对于他心理以及成长的所有影响 都会成为这个男人的顾虑 第二个就是财产问题 有人说离婚容易 离财产比较难 因为两个人经历了那么多的日子 很多财产 从房子这些不动产 以及所有流动资产等等 很多资金是很难分清楚的 就这个时候 财产问题成了男人离婚的顾虑 如果说因为他自己出轨的问题 造成离婚 有的人还要面对近身出户 这样就代表着他以后自己的生活 都有一段时间出现经济问题 所以说财产是他顾虑的一个方面 第三个就是名誉上的损失 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 一定会形成一个朋友圈子 和一个工作圈子 一个男人一旦离婚的时候 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 不管是他自己先出轨 或者是因为被抛弃等等 一旦离婚的时候 这个男人在名誉上受到一定的影响 一个人的名誉 对他的事业 对他的生活 都会产生很多影响 如果说离婚 让他失去了名誉 失去了金钱 这也会成为男人的一个顾虑 很多人都知道 人活一生 有很多人都是自私的 当面临离婚 然后涉及到财产 和自己以后的生活问题时 男人可能会被推向 自私的风口上面 也会替自己以后的幸福生活着想 婚姻没有真正的对和错 只有爱或者不爱 当不爱了 所有道理都是空虚无用的 幸福的婚姻大概是一个模样 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 很多人的家庭 都面临着感情的问题 但是谁能保证 离开这个家庭 你会生活得更好 所以说婚姻不易 且心且珍惜